请抢答 吃火锅点的黄猴是个什么东西 不白吃的祖先不白猴 是一个黄色的猴子 简称黄猴 哪那么多破鞋硬梗啊 虽然我被打飞了 但是我还是要抢答 黄猴应该是某种动物的喉咙 错 黄猴其实是猪百万和牛百万心脏 延伸出来的大动脉血管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黄猴来代表我的心 这种比较厚的 是从我左心室出来的血管 多住一会儿特别脆嫩 这种比较薄的 是连着我右心室的 你起开 这是我牛百万的黄猴 牛黄猴管地更厚 口感更好 不仅能涮还能烧烤 它有一个名字叫心管 意思就是 我的心交给你管 服务员 你们店里怎么还有猪和牛啊 这么说 黄猴应该很珍贵吧 怪不得不便宜呢 才不珍贵呢 出百万的大动脉血管 一般有60到70厘米长 都可以做黄猴 牛百万的黄猴更狠 至少一米长 可为啥还卖这么贵 我心脏上面的血管头 我是独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